我们帮别人加油 加油 加油 也是可以的 俊坑国小带来趣味的戏剧表演 让台下来自台北的学生 看了是非常喜欢 这场为了欢迎台北市政大实验小学 来到俊坑的晚会活动 效果是非常成功 而对来自台北的学生而言 看到了偏乡地区开阔的居住空间 以及深厚的人情味 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台北市的孩子到这边来 他们体验到乡村的那种真诚 感动以及空气非常好 然后范围非常的宽广 生活步调比较缓慢 所以他们觉得这样的体验是相当棒的 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交流以后 都会的一个小朋友在长大以后 他会懂得更感恩喜福 南投的一个小朋友在深山里面去 一直很有热情去接待外地的小朋友 我们要知道外面的一个世界是何其大 鼓励我们的小朋友 勇于接触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一个刺激 水里香均坑国小以及政大实验小学 因为两校校长关系 这两年来都会定期进行城乡交流活动 对此在地议员也期待学生们 除了开阔自己的视野 在课业学习上也有所进步 希望透过这三天两月的homestay 让两所学校的学子们都各有收获 让大家不管在未来的学习环境 或学习课业方面都能做个相当的提升 皮子之间一个生活的态度也好 或者对一些知识的增长也好 都有非常正面的一个效果 我希望我们小朋友一定要珍惜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将自己的所学 将我们浚坑在地的好山好水 好人情 能够跟都市的小朋友来分享 台北与水里国小学生互相交流 互相学习 这一定会发展很好的友谊 有这样的经验 相信是书本上所学习不到的知识 这也将成为学生在小学期间最好的回忆 民以新闻华一华 水里采访报道